面对全球暖化及被大量采集 大型底漆海藻群之一的优美食花菜产量逐年下滑 海大与海科馆携手合作 以人工养殖来代替野生采集 这几年常常我们在地的渔民会抱怨说 为什么不见了 那是因为被小鱼吃掉 可是有时候明明就是没有出现 那什么臭肚鱼的小鱼一样减产 那其实最大的原因像林秋梅教授 他的研究他认为更重要的原因 是水温的不搭配 那水温的原因最主要就是因为全球暖化造成的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最早是海女会下去徒手潜水去抓去踩 可是现在因为有水会潜水 所以当你背上水会潜水的话 当然你去踩完全都踩掉的机率又更大 所以可能这种种的原因加起来都会造成 现在的石花菜不稳定 还有整个产量下滑的原因 那我们希望透过跟海大的合作 然后有机会未来让这个石花菜 它不只是一个产业的价值 它也有文化的价值 因为我们在地的人就是从以前 我们就是都在采花石花菜 在吃石花豆 培育过程中没有想象的容易 海大研究生先以少量的生殖包子 诱发出大量优美石花菜幼苗 并将人工培育出的幼苗放养至户外池 最后注入氧气 让石花菜宝宝平安长大 最大的困难应该是天气的因素 就是可能太阳太大光照太强的时候 然后会影响到水温的 在当日内的水温变化 那当水温波动太大的时候 可能早体就会有比较软化 然后甚至到白化的现象 不然就是像下雨天 当雨太大的时候 其实是会影响到海水的沿度 那当沿度降低太大的时候 其实对早体也是有伤害的 从小的育苗 然后到现在大概早体长到 大概十多公分左右 其实这个过程是 虽然说有点小辛苦 但是我觉得很有成就感 优美石花菜可以完全人工养殖的方式 就不受气候影响 海科馆期待与地方产业共融 自然的环境 夏天的时候 石花菜它是没办法生长 因为水温太高了 所以一年只有半季人生长 假如能够在全年度都能够生长的话 这个会倒是一大福音 我们的渔民也不用那么辛苦 冒着很大的危险去海边去采 然后它可以在我们可供的环境里面 大量的一个产出 能够得到一个经济的一个收益 能够照顾他们的一个生计 具有经济价值 在生活和医学保健 也被广泛运用的优美石花菜 人工养殖迈出成功的一步 下一步将测试 是否可以在户外持环境下 培养出带有生殖包子的藻体 以达成优美石花菜 可以完全以人工的方式来全面培植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